当宅一南在家里打和打电动成为了职业电竞群手 中国电竞比赛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呢 有Toyota荣誉散出的2009年东森悠悠小主播选8岁 从全美挑选出了9到12岁亚米组的晋级小朋友 替全美观众来提供解答 一起来看看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阮尔薇 当轻松在家打游戏机变成一项电竞运动 甚至可以组成电竞战队 飞到世界各地参加各种比赛时 爸爸妈妈该如何教导孩子正确分辨 这是一项玩乐还是专业 一些职业电竞选手表示 最简单的方法是了解 打电动只要求个人技巧要好 但成为职业电竞选手 更需要强大的心理来面对比赛压力 并且学习团队合作 能与队友一起争取冠军 至于一般华人家长在无法避免孩子 因为接触到手机、电脑、平板等各式各样的游戏 而导致沉迷电玩的情况下 怎么做会更好 一些职业电竞玩家则建议家长反向思考 参与孩子的游戏与学习 毕竟绝大多数的职业电竞游戏 相当重视作战策略和团队合作 选择与孩子同乐 反而能帮助他们训练思维和领导能力 动词新闻悠悠小主播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写得点赞人